哈利路亚,愿大家平安 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记载了很多的异象 所谓的异象,就是神打开人的属灵的眼睛,看到属灵的实况 在很多的异象当中,有一个异象是很震撼,也很戏剧化的 就是记载在以西节三十七章,那个孤骨浮生的异象 我们请打开以西节三十七章 第一节,以西节说三十七章的第一节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祂的灵带我出去,让我放在平原中 这平原爆满海骨 在异象当中,神的灵把他提起,把以西节提起来 超过的时间,超过的空间,把他放在一个平原上面 这个平原是在哪里?不是世上的任何一个平原,是一个属灵的地方 但是啊,这个平原也让我们了解 因为以前的人打仗,都会选一个很平的地方,两军相遇,在那边施杀 死了之后,当然尸体不会有人收啊,就让人家暴晒,给鸟来吃,动物来吃 经过一段时间,这些尸体的烂肉都不见了,就剩下海骨 但是这个平原的海骨也剁得有点可怕,但是爆满海骨啊,每一村的地方都有海骨 我们看第二节 他使我从海骨的视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海骨甚多而且极其骨干 我在读这里的时候,我常常看想象,如果神的灵带我去那个大的平原 全部都是海骨,我可能会很震撼,可能会很害怕 这个图片只是让大家想象一下,地上都是头骨,手骨,脚骨,哇,每一个地方都有啊 不单只是有骨,就是很多,可能是千军万瓦,在那边死掉了 还有积极的枯干 代表已经死了很久了 我查过一些资料,如果一个人死了,没有买好,躺在外面,那如果天气很热 然后又暴晒,又有一些野兽吃掉,那可能只个月,那个尸体才会划坑骨头 如果天气比较温和,比较冷的话,有时候需要半年 但是呢,这里说时间经过很长 那这些人怎么死的呢 如果我们看了第九节最后句话,这些人是被杀死的 就是可能在打仗的时候被敌人杀死的 那以西节这个意象,到底看到这些骨头代表什么 我们下一页,这个到底咕噜头代表什么呢 当然第一,就代表死亡 如果你看到一个告示牌,有一个咕噜头,两块骨头叉叉的这样,你就不要靠近 如果你靠近,摸到或是吃到,你可能会死掉了 当然代表肉体的死亡 因为人死了,肉烂了,花掉了,也剩下骨头而已 一个活着的人跟一块咕噜头站在那边,很明显 一个有生命,一个没有生命 那我们通常也不会收集一副人骨放在家里,这个太恐怖了 因为这个就是代表死亡 不单只肉体的死亡 也代表属灵的死亡 我们看罗马书五章的十二节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这里说死亡怎么样进入世界 原来是因为罪进入世界,死亡就跟着了 所以亚当夏娃吃了三恶果 他们的灵命当下就死掉了 到了肉体还活了几百年,到最后也是死掉了 好了,我们回到以西节看到那么多的海骨在平原上面 代表什么 第一,以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说代表绝望的以色列人 我们看以西节三十七章的十一节 以西节三十七章十一节 主对我说,人者,这些海骨就是以色列全家 他们说,我们骨头枯干了 我们的指望是屈了 我们灭绝尽尖了 在以西节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批人被掳到巴比伦 但是当时的带领者还不悔改 继续的犯罪得罪者 所以不久之后,巴比伦王会再次均临丞相 再次要包围耶路撒冷 到最后要把整个城市把圣殿毁掉 把大部分的人杀掉 把剩下的人掳到巴比伦 这个是在以西节看完这个异象 不到几十年就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还没有亡过 但是实际上在神看来已经亡过了 所以神就说了,这些海谷就是以色列 他自己也知道啊,我没救了 我们知道一个人生病 只要一口气还在,还有机会可以好 但是如果断气了,医生虽然不死亡了 那你再给他什么药也没有用 都已经埋葬好了,你还希望他会活过来吗 按照一些记载 如果一个人是土葬的话 放在棺木里面,要几十年了 那些尸体才会化掉成为骨头 所以你可以想象 一个人都已经死了几十年了 埋葬几十年了,剩骨头了 你还希望他还会活过来吗 这个就是当时以色列人面对的困境 大部分人觉得,哎呀,我们的国家如果亡了 那就没有了 因为人类历史以来 只要你的国家被别国消灭掉了 就不会重新起来 所以他们也说了 我们的骨肝呢,我们的指望是去了,我们灭绝了 神已经不要我们了 这是当时的那种心境 第二方面呢,我们再从属灵的来说 这个骨头啊,这些骨肝的骨头 这代表每一个离开了神的人 虽然他们是活着的 其实是死的 我们看马太福音的第八章 二十一节 马太八章二十一节 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二十二节 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有一次有一个人要跟随耶稣 但是他对耶稣有一个要求 你可不可以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这个听起来很合理的要求 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 主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这里有两种死人 第一种死人是活着的死人 虽然活着,灵命是死的 这些人很多 那时候那个人的爸爸可能也还没有真正离开 所以交给这些亲戚来照顾,来处理就好了 用这些死人去埋葬那个肉体也死的人 所以有两种死人 第一种死人就是在坟墓里面的死人 第二种是walking dead 就是走在路上的死人 为什么我选这个图 我觉得很有意思 今天不是很多人拍照啊,selfie啊 这样子,这些场景大家一定看到了 因为大家很喜欢把自己照得漂亮 好了,但是如果可以从属灵的眼光去看这些没有得救的人 每一个人都好像一副钢的骨头一样 没有灵命的 虽然活着,其实是死的 从历史的角度跟属灵的角度,我们知道这些骨头代表什么 那我们看回来以西节三十七章 第三节 他对我说,人者啊,这些海骨能复活吗? 这里神的灵就跟以西节问这个问题 请问你,考一考你 你觉得这些钢冠的骨头可以活过来吗? 好,我问你,如果今天神问你,你怎么回答?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一段 大部分人都不可能了,开玩笑 你刚刚死掉都不一定能够活过来 死了那么久 怎么可能活过来呢? 这是我们的,比较没信心的 可能有一些人会说,会的,会的,神会帮助的 那先知怎么回答呢? 第三节后半句说,主耶和华,你是知道的 我觉得先知很有智慧 他不说,可以,也不说不可以 他说,神啊,你知道可不可以 因为他是个人啊 他是先知啊,但是他不是全知啊 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 就算你很懂圣经 你也不能说,我知道神所有的旨意 我们都是在揣摩神的旨意 寻求神的旨意 很多东西超过我们的经验 我们的想法 有一些东西看起来很不可能 但是如果神要去做,都可能 但是神肯不肯这样做,我不知道 比如说,这个人能不能得救 我怎么敢讲,他能不能得救 你现在不信主,我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信主啊 这个人犯了那么大的罪,会不会悔改 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你悔改了,神会不会进那里 只有神知道 所以先知教导我们 我不知道,只有神知道 当然,神很喜欢这个回答 第四节之下,就告诉他们要 告诉以西节要怎么做 好,那我们在讲之后呢 之前呢,我们要讲历史上面 到底这些海骨有复活吗 因为这个预言,意象是针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所说的 历史上,以色列人真的有经过这种重生 第一次的应验 被掳之后七十年 巴比伦国已经灭掉了 已经波斯帝国起来了 波斯王鼓励放这些犹太人 回去耶路撒朗重建圣殿 还粗浅,粗材料 派军队护送 给他们回去 重建圣殿 还有 在以色拉 还有离西米的时代 他们也再次回去 重建城墙 还有教导律法 在以色拉 以色拉 还有离西米 拆了七十年 他们就把被毁的圣殿 被拆的城墙 还有律法 重新建立起来 这个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 神让它发生 这是代表可以的 那第二个历史上的应验 以色列国 他们经过王国超过两千年 如果从巴比伦王灭掉犹大国开始算 那是公元前586年 那是在公元后 1948年5月14号 现代的以色列国 再重样回到耶路撒冷那边 建立现代的以色列国 就是1948年5月14号 这个占人看来也不可能 因为在中东全部都是回教徒 都是亚拉宝世界 最讨厌以色列人 那时候英国人在管巴拉斯坦的那个地方 但是神容许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回到以色列建国 虽然遇到很大的阻力跟反对 但是他们成功了 不是他们自己的厉害 而是神掌控历史 所以你看 人看来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 只要神愿意 它就可以发生 以色列是孤干的骨头没有指望 但是神可以让他有指望 今天呢 这个用在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生活上面 也许你遇到一些情况 让你失去了盼望 你身边的人让你很失望 甚至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好像一块死的骨头一样 那么没用 但是神可以让这些骨头起来 好 接下来我们要讲怎样让这些骨头复活起来 要经过先知两次发预言 第一次发预言 这是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他要对我说 你向这些骨头发预言 孤干的骨头啊 要听耶娥的话 神的灵教以西节要对这些骨头啊 千千万万的骨头来发预言 那要听神的话 第五节 主佑华会对这些骨头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都要活了 我必于加给你们根筋 加给你们长肉 要干皮 这要你们使气息进到你们里面 你们都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娥 这是个预言 就是神会把这些骨叫起来 还会成为有灵的 有活的人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我是先知 神要我对这些骨发预言 我敢不敢发预言 如果我们信心小一点点 我们这个话讲不出来 你会跟神说 神啊不要开玩笑 这些骨头干的跟什么一样 我觉得他发预言有用吗 可不可以教别人 或是不是可以用别的方法 不要这样我这样讲 但是神就是要先知这样去做 所以有时候说预言 讲神的话 你要凭着信心 有时候你觉得说 讲了也没有用 算了不要讲了 讲了他们也不会改变 你不要这样去想 他们敢不改变 是他们的事 是神跟他们的事 你是代替神发言的 你就要去讲 这也是考验以示节的信心 所以第七节说 于是我就遵命 就这样子说了预言 原来先知这样子一讲 一讲这个预言的时候 最有奇妙的事情发生 我们看在第七节 这个不料有响声 有地震 鼓与鼓互相联络 这只骨头就开始动起来 就连在一起 它开始长肉了 长筋了 哇 这个证明了 神的话真的有效 为什么神的话有效 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 我们看约翰六章六十三节 约翰六章六十三节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一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是什么东西让我们活着呢 表面上是吃啊喝啊 让我们生命活着 这是什么东西叫我们的灵命活着 是主耶稣的话 这里如果一个人 常常有听主耶稣的话 他的灵命不会死亡 就算他很软弱 就算他快死了 就算他已经是个浪子了 如果有一天他愿意回到神面前听神的话 神的话绝对有力量可以改变他 像保罗 那么坏的人 逼迫基督徒 杀基督徒 神可以改变他 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 就是灵 刚刚刚神跟仙基说 你去发预言 我的灵就会进去 所以神的话在传讲的时候 他的灵就在工作 还有了神是用他的话来创造世界 我们知道圣经的故事 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了 神都不用拿工具箱 什么东西拿出来搞半天的 神一句话就有了 所以神的话真的带有能力 神的话也称着生命之道 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一章 约翰一章的第一节 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第一节 论道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这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的 神的话叫生命之道 祂会给你生命 祂会维持你的生命 祂会改变你的生命 到最后变成永远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 你不要轻看听道理 如果你好好来到教堂听道理 特别专心地听道理 你的灵命会不一样 你在家里每天打开圣经读一读 你的灵命就会不一样 所以神的话一出来了 骨头都有反应了 因为神的话句句他有力量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很喜欢这句话 路加一章的三十七节 一章三十七节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你看神的话 每一句力量都出去了 就可以变成有可能了 好 下一页了 现在看着神 先知一讲话 神的灵 神的气息就进到海骨里面 我们看回来 以西节书三十七章 第七节 第七节我们刚读过了 这里说他们的骨头就开始在动了 在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 看到几个字 第六节这里说 神会说 我使气息进到你们里面 第八节这里说 那些骨头已经连在一起了 只是没有气息 第九节要说 你要向风发预言 其实中文三个字 翻成风 气息和灵 英文也是三个字 其实在原文 希伯来文里面 就是同一个字 你可以把它翻成风 翻成气息 翻成灵 其实都是一个字 其实里面所讲的 都是神的灵 神的灵一进来 就不一样了 我们看看第一次神的灵进入人的里面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创世纪二章 二章的第七节 创世纪二章的第七节 二章第七节 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 造人 像生气 也是同一个字 也是吸血灵 原文同一个字 像生气 吹在他鼻孔里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 那时候人已经躺在那边 什么都有 但是就活不起来 神给他吹一口气 从他鼻孔进去 这一口气里面 有灵魂 有神的灵在里面 也把灵魂给了人 所以人是可以活着 这个灵魂从神来 也是有神的生命 在亚当里面 但是因为人犯罪 这个生气 这个灵 神的灵 就不见了 就没有了 离开了人了 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 我们现在世界上面 不是有几十亿的人吗 但是啊 刚刚我们讲过了 属灵上都是骨头 怎么样才可以让他们活过来 第一个 刚刚我们讲过了 就是要向他们发育员 要向他们传福音 神的话要进去 要听福音 要悔改 所以先知遵命 结果的 奇迹就发生了 但是我们看哦 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 看回来三十七章 第八节 我观看 这海骨上有筋 也长了肉 有皮 这比起上 只是还没有气息 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 比起那个干的骨头 它已经有人的样子了 但是它死悄悄地躺在那一边 没有神的灵 没有灵进去 它还是一个尸体 这个有很重要的灵意 在里面 身体没有灵魂 还是死的 我们看 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 雅各书下一页 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 身体没有灵魂 是死的 心情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再下一页 这里说身体没有灵魂 是死的 这告诉我们什么 这个世界 有很多属世的教会 他们也是教人家信耶稣 他们也是在赞美 敬拜 也是很大的团体 办很多活动 好像很兴旺 但是圣经讲了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身体一定要有灵魂才是活的 所以教会一定要有耶稣的灵 如果一个教会 虽然它团体很大 很多活动 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 属灵上还是没有生命的 会有很多腐败的事情 还有了道理会传偏差 所以属灵的真教会一定要有神的灵 教会才会有神同在 那对我们个人每一个信徒来说呢 我们也要有神的灵在里面 还有需要让神的灵来改变我们 不然你只有一个表面 这没有用的 我们看起启示录第三章 启示录的第三章 那神的七灵和七星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暗明你是活的 其实你是死的 这是预言的末世 会有一些信徒 是在真教会里面 因为当时的七个教会 都是使徒使大的教会 有一些教会的信徒 在末世主耶稣来之前 他们表面是活的 其实是死的 这个很可怕 他明知在教会信徒名簿里面 甚至有可能 他常常来做礼拜 但是里面的生活没有改变 没有被神的灵彻底的充满 所以有表面 但是里面是死的 这个时候神就要先知 第二次要发育 下一页 我们就要看回来 以西节三十七章 以西节三十七章的第九节 第九节 主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发育言 向风发育言 这次很特别哦 这次不是向海骨发育言 是向风发育言 因为海骨已经有肉了 有皮了 但是没有力量 这个时候先知 你要向风 就是灵 向神的灵 求救了 向神的灵 讲话了 要求风啊 求灵啊 要赶快进去啊 因为如果神的灵 不进去的话 这些千千万万的东西 只是一个尸体而已 今天我们属灵生命要改变 我们也是要向圣灵求救 向圣灵来复求 我们自己太软弱了 我们常知道 要行不出来 有心无力 有时候信仰 不冷不热 这一次的疫情 会造成两个结果 有两个可能 大家听清楚 有一种人 这个疫情之后 会醒过来 会变得更热心 他觉得主意是快来 这个世界 什么都没有什么意思 生命随时都会结束 所以我要醒过来 我要更热心 我不能像以前这样子 不能不热 会有一部分人会醒过来 另外一部分人会变得更软弱 因为少来教会 也没有办法团契了 在家里也没有自己抽时间追求 再持久下去 三个月半年 一年 这个信心会慢慢的退化 信心就会比之前更软弱 所以这一次的疫情会造成两种可能性 跟教会什么时候重开 或是你能不能够来坐在这边听到你 没有绝对的关系 完全自己心灵当中 你自己的醒悟 当然能够尽快回来 当然最好 但是啊 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教会的生活 每天你在家里怎么过 你生活有没有见证 你人生的方向是什么 所以啊 先知要向风发欲言 保罗也是这样 我们看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 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 以弗所书三章十四节 他也是相成求啊 他说我在父面前去世十五节 天上地下各家都是从他得名 十六节 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 教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 保罗每天求什么 不是信徒每一个人平平安安 工作顺利 钱赚多 孩子乖 上好大学 不是求这个 这个不是主耶稣要我们求的 保罗每天为信徒求什么 神啊 借着他的灵 在我们里面的人啊 心里的力量就是里面的人啊 刚强起来 你里面的人很软弱 信仰就很软弱 但是如果你里面的很刚强 那你就能够把道理行出来 所以保罗每天求主耶稣借着他的灵 叫他们里面的人 刚强起来 所以先知也是这样求啊 我们每一个人也要这样求啊 神啊你的灵要进到我的家里面了 要进到我里面了 可以克服我的软弱 改变我的个性 盗绝我的恶行 杜绝我的不好的行为 那我们来看三十七章下一页 三十七章第九节 这就是第二次发预言的结果 主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发预言 向奉发预言 主要如此说 气息啊 要从释放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了 第十节 我们看第十节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气息进入海谷 海谷变活了 哇 这个就是奇迹了 这些海谷 不单止有肉 现在每一个人站起来 这个如果在想象 以希姐看到这个时候 会不会很震撼 会不会哭出来 会不会说神阿里太伟大了 这个在使徒时代发生过 我们看使徒新传第一章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使徒一章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这批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大全地 扫玛利亚 直到地级 做我的剑热 在圣灵降临之前 十二个门徒 加乡其他的门徒 一点用都没有 说他们没有用 不是不客气 真的是没有用 因为跟着主耶稣几年了 对主耶稣要钉十字架 都懵查查的 不惊不处 好了 主耶稣快要钉十字架 还在争权夺位 还要争章老大 主耶稣被抓走了 他们没有去支持耶稣 还要全部跑走 彼得还不认耶稣三次 到最后 还要带门徒去打鱼 你看 如果是你训练 这些门徒三年出来 会不会吐血 当然了 他就是我们 我们没有比他们好多少 我们也是一样的软弱 当时他们就是那么软弱 他主耶稣没有放弃他们 主耶稣生天之前跟他们讲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在得着能力 要到处去做见证 我觉得主耶稣真的很有耐心 没有丢弃门徒 没有丢弃我们 他说 这些人我的灵进去 他们就会活过来了 结果他们真的活过来了 没有躲起来 都出去传福音 到最后 还好像成为军队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需要神的灵来 彻底地给我们力量 要我们复活过来 我们看回来 以西节说三十七章 最后一句话很重要 第十节 第十节 听读 这里说他们不断只活了 还要成为极大的军队 所以他们可以打仗的 那属灵上当时的使徒时代 也是这样 有了神的能力 就出去打福音的仗 好 那我们今天学了这个异象 得到什么的教训 我想最后一页 二十八页 就是在绝境当中 我们要仰望神 得到盼望 当你觉得要放弃的时候 当你觉得没有希望的时候 在神都有希望 神的灵有莫大的力量 可以给你开路 给你引领 当然这个见证 这个异象也是告诉我们 基督徒在以后末后 都要从事里复活 我们不是在天荒夜谈 为什么基督徒的丧礼 虽然我们有点不舍 但是我们不是绝望 因为我们知道今天把他放下去的这个人 只要他是死在主里的 只要他是死在主里的 末日 主耶稣都要叫他起来 这个就是最大的安慰 所以以西姐看到这个异象 这些骸骨能够复活吗 在神绝对是可以的 愿主耶稣帮助我们 我们来唱诗 两百零六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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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